哈啰Semi 哈啰Seli 我们是Amiyando Lee 今天要讲一个日本很有趣的现象 它叫做 婚活 婚活顾名思义就是找婚姻对象的活动 然后日本人只要有活动这个字就是代表他们要很认真 对 像最有名的字是shu katsu 就是就职活动就是认真找工作 然后还有比如说otakatsu 什么shu katsu的中活 就是为了某件事情做任何一系列的准备 都是算在任何活动 什么活之类的 对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写的时候我才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盲点 就是台湾人没有除了相亲以外 没有婚活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就是谈恋爱然后就结婚了 他们找到男女朋友之后 不会觉得一定要跟这个人很喜欢然后就结婚 就是没有这回事 对 结婚的内外是 两回事 在选择条件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比较不同的日欲镜在看一个对象 所以他会觉得他会去找一个很结婚对象 嗯嗯嗯嗯嗯 首先来先看一下日本人怎么谈恋爱的 那日本人谈恋爱的方式大家应该都听过国公吧 就是 联谊 你有去参加过国公吗 我有被叫去凑人数过 我也是 而且我被叫去凑人数的时候我根本都已经有对象 要嘛就已婚 要嘛就有对象 我那时候是真正的国公 但是就是很热不起来的那种 就有点困扰 因为通常都是主办双方自己想要认识人 对 所以变成说找的咖就是受到他们的牵制 而且会有那个看起最后的方式不是吗 对对对 他们是 他要找可以衬托他的女生 对 所以他可能就阿米太正了 刚好找个非常正 然后再找一个丑的 他就会是最容易被选上的那个 对 非常的新奇 对 所以从来我也没有在过公成功过 日本人呢 其实看了调查他们有八成人都是在学校或职场找的 这个超准的啊 对啊 因为你也是我也是啊 我们几乎都是 你除了一人以外都是职场啊 你再来就是学校啊 不然就学校啊 然后我也是学校 不然还有什么地方才就是人 不是 不是 不是啊 不是啦 我是 这比较方便嘛 对 而且因为日本人对职场的电话是没有禁忌的 只要隐藏好不要让大家发现就好 他们其实是可以跟同事或是跟工作对象谈的都有 对啊客户也有 我就是客户啊 对 那剩下的20%呢 大部分都是用APP 其实台湾也很流行听的嘛 对啊 但是日本人其实听的 不 就这样 听的比较偏 听的比较偏 天理的偏门 其他就是那个 最大的叫做佩亚斯 他不知不觉用物已经一千万了 一千万了 对不知道有没有水 但是其实真的蛮多人在用 就周围很多人在用 然后日本男女结婚对象的条件也是很好笑 很好笑 有三个选项 日本人会讲的三大类别 一个是三平 叫做收入平平 涨超平平 个子不通 都不通 对 然后三低 这是新出来的一个词 对 叫做低知识 低风险 低依存 哈哈哈哈 就三低 然后三高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古老 就是代表条件比较好的 就是收入高 学历高 三高高 三高其实不算啦 就是收入高学历高 对 他只是抽个三高 我觉得台湾人还是会选三高吧 一定会选三高啊 不管男女都选三高吧 对 对啊 这么明显 对 可是呢 日本不是哦 很厉害 日本男生 也是过半数 七成左右的人选择的是 三平 哦 我觉得是那个平反 那个就是普普 所有的都普普 最普最好 这样 都不要长太漂亮 也不要收入太多 哦 个性就是 怪的不行 就是个性就是要跟一般人 一模一样 请问到底一般一模一样 是什么 对啊 反正我们都不行 哦对我们超级不行 超级不行 我们真的完全不行 哈哈哈哈 我们三高 我们就是 升 升入高 我们还升高高 我们真的升高高 对啊 我们还是用升入高 学历高升高 照理都在婚活市场 非常不受欢迎的 没错 然后呢 第二高不是三高哦 是三高 三低 其实三低也还蛮信任的 第一知识就是这个 他 谦虚 奉献 对就是他不会 遗旨气死 会 遵从你 这样子 低风险就是说 没什么值得 哦 就是那个 家里比较单纯 然后低一纯 当然就更好了 就是怎么不用管我 所以三低 也是还能说话语 然后最少人选的 当然就是三高 我怎么注意把眼泪 对啊 不可怜 但是 虽然日本女生 还是最受欢迎的是三瓶 三瓶好受欢迎哦 你觉得真的很神奇吗 可是你这个话 其实就像是 我们伟大的跑步员说过 每个人都是特别的 三瓶其实很难找 你要找一个每一个 都落在中间点的 根本很难啊 对 他很容易就是 我虽然收入平平 可是我长得还不错之类的 对对对对 是这样的人还比较多 你能不能意思吗 你要全部三瓶很难欸 很奇怪 对 但是其实女生还是 会看收入 对会看收入 而且他们 而且女生所谓的收入品 跟男生又不一样了 就是你仔细解除了男生 男生对女生的收入的条件 几乎是没有的 他只要不高 真的 就你不要赚太多钱就好了 对 你只要是定于一个五百万什么的都OK 就是零元也OK 他完全不见女生会不会赚钱 然后女生呢 则是最多人选在五百万以上 根本就不是三瓶了 可是 所以真的是 可是跟以前比起来就真的是 对以前会希望是一千万以上 对 因为 直接砍半欸 对 因为一千万以上才比较可以养活 一增加 一增加 五百是绝对不可能的 对 日本男生女生的婚活 为什么会出现 找不到 找不到的状况就是 男生女生的那个 期待值是有差距的 对 但我觉得他们又有点 没有办法制止自己在那边看脸 所以就最终可能还是不平吧 我觉得 还有一个就是收入高女生就真的不行 长相漂亮当然最终的人也可能 还是会有人喜欢 可是 收入高这件事情就真的是一个大缺点 对 不知道为什么 你收入高很好啊 很好啊 可以帮你分担很多 而且自己的东西都自己买 不是很不错 好奇怪 这就是台湾人的价值观 首先你要找对象 所以你要到底要怎么找对象呢 其实主要有分三种 一个叫做 婚活趴 嗯 婚活趴 摆明 男生是 说我是有结婚 男生女生都有结婚语言 他们以结婚为前提的 而且他会有很多限制 比如说 我有朋友他去参加过船上的那种 豪华婚活趴 实际上好巴黎 职业限制限制医生 男生都是医生 或者是 限东大毕业 嗯 对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婚活趴 刚才我们说的配合式啊什么时候 他是 就是他只是要找男女朋友的 但是有是 完全 专门为了 结婚 想结婚能找的对象 比较大的 像有一个叫做 Malish 算是几百万 对 所以用恋爱APM 跟用 跟我APM 就是族群就一定不一样了 一个月 呃 四千块左右 好贵喔 很贵喔 而且 我其实后来很惊讶 发现 连配合式多少钱 配合式多少钱 对 呃 日本的 带爱跟婚活APM 唯一 男生不用钱是听打 嗯嗯嗯嗯 对 所以就被拿来越好 主要的APM 真的都是男生付钱 甚至有的最贵的 有到六千五百块 婚活的话 是有个特点 最大的那个男生要女生不要 可是 另外两个比较大的 男女都要 然后各 各式四千 四千五百块左右 台北到一千块 很贵耶 一个月喔 一个月喔 而且你还 就要一万多块 对啊 因为你还不知道你什么都少到 你怎么能立马 第一个约会的你就 好这个就是我的周深办 然后就退回不行啊 所以真的很贵 因为其实 男女都有钱的 代表男女都比较认真 就是他是真的要找对象 所以这两个的话 其实还比较受到 大家会觉得就是比较 好像真的有任何在找对象的感觉 最后有最贵 叫做客工收担救 这个就是从以前 这个是很久以前就有了嘛 就是日剧都有拍啊 就是你要 你要有 要写的 要写的很细喔 要写你的什么 什么三十六八十 我不知道 然后他就会有一个 canceler 有一个咨询师 跟着你 帮你瞧说你要跟谁见面 就是整个都帮你set好 那这个呢 就会很贵 一个月最便宜的 其实有到五千块的啦 不过我听过的大概都是一万多 嗯 然后最贵的有到两万 两万好贵 一个月喔 请记住是一个月 然后是日币 也不确定你会真的找到人 对 然后你就是这样子 花你的钱进去 突然觉得好好赚 对啊 可以做这个 啊我们可以根本帮台湾做 哈哈哈哈 我会收拼 拍死裂财 哈哈 好一个月这样 你可能觉得还好 可是这也是婚活 没有止境啊 对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会找到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心态 就是你都已经花钱 你就想要找到好的人 所以你就会觉得好像 不是这一个 越来越调 然后就会花一个多钱 对 男生的话 就是其实 约束去 他可能要付钱 哦对啊 吃饭要付钱 然后 女生的话就是说 结婚 结婚商盘所介绍来的 我们可能约在 hotel的lounge 喝个下午茶 什么的 可是我还是要打扮 我总不能就是 他可能会特意的去买一个 然后有人会穿和服 哦对 对 然后你穿和服你就要去做头发啊 都做头发 你皮肤也做得做 你连脸都做得做 全部都做一做 脱毛 如果没有脱干净 就先脱一拨什么的 就那个 全部都要花 也是很花钱 然后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笑的 是结婚商团手的照片 哦对 他应该是女帝书啊 对啊 他是女帝书啊 那个要一万多块 一张照片 一张照片 你又不是明星 哦 而且重点是他不是会照出我们自己 我们看了觉得正的那种照片 他是要照出 他照出端庄的样子 对 就是比较 看的人会觉得好像 是学生正的那种 对 一阵见照的那种 对 你不觉得 他要认识说这么累 不如就是结婚 结婚就好了 对啊 好 所以也因为婚活这件事情很累 所以我身边就发生了很多 很鬼的故事 我有个同事 然后他 他真的很漂亮 然后但是他呢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想结婚的类型 所以他是真的 他觉得婚活的很严重 他是真的 他真的很认真在婚活 刚才去那个船上趴的就是他 嗯嗯 然后他后来也去了医生趴什么 然后就认识了一个医生 做医生 正往正往半天 医生就跟他讲说 嗯 就是不好意思 虽然很伤心 可是我被调到里岛去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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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